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 教宗的劝语 爱的喜乐 从现在开始 我们进入第五章 第五章的标题 是结果时的爱 很明显 这一章我们要讲生育 要讲孩子 真正的爱会带来生命 就拿夫妻的爱作为例子 他们爱的果实 他们爱的解经就是孩子 孩子是父母彼此相爱的证明 如果他们不爱 走不到一起就没有孩子 孩子是他们合一的标记 在孩子身上 存在着父母的血液 我们说留着父母的血液 父亲母亲的脾气性格 他们的基因 在孩子身上同时出现 所以在孩子身上 能找到父母的一部分 这个是来自爱的 今天我们主要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接待新生命 第二个问题是怀孕的等待 首先我们看接待新生命 家庭不只是夫妻相爱的地方 我们结婚要建立一个家 这个家是接待生命的地方 所以我们盖房子不盖一间 够我们两个人住了就够了 一盖就是有另外几个房间 将来为孩子们站 接待新生命的地方 每一个生命是天主的礼物 我们接待孩子的时候 是接待天主的恩赐 新生命让人发现 什么是无常的爱 白白的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孩子还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 父母就爱他 如果没有父母的爱 就没有孩子 孩子还没有出生 那时候连个影都没有 可是在父母心里 已经有这个孩子了 父母可以说他们生孩子 先不是在妈妈肚子里 孩子是先在父母的心里 在他们的大脑里面 他们想这个孩子 他们爱这个孩子 然后才有了孩子 所以这就叫无常的爱 白白的爱 不是因为孩子长得漂亮 孩子对你多孝顺 然后你爱孩子 那时候孩子还不存在 父母就先爱这个孩子 父母就先爱这个孩子 然后才有他存在 是的 这种爱就是一种无常的爱 白白的爱 其实它也反映着天主对我们的爱 天主爱我们就是这样 还没有我们的时候 天主就先爱了我们 然后才有我们 他才创造我们 我们在实际存在之前 我们已经在天主心里 说到这里 有一种相反的现象 就是看到一些不受欢迎的生命 孩子被怀孕了 在妈妈怀里 妈妈就想堕胎 一直不欢迎这个孩子 或者等孩子生下来 根本不喜欢这个孩子 想办法 甚至有的把孩子扔掉 甚至有时大人说 哎呀 真生这个孩子是一个错误 怎么我们就生了这个孩子 说这样的话 教宗说 应该感到害臊 感到耻辱 才对 孩子是天主给的礼物 如果真的 还没有准备好要这个孩子 偏偏这时候孩子来了 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 接受这个礼物 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们要努力调整 接受天主给这个礼物 千万不要对孩子不客气 把自己的情绪 把自己的情绪 撒到孩子身上 对孩子出气 本来我身体都不好 本来我们家都穷 又添了你 所以你是不受欢迎的 不然要怎么怎么样吧 教宗说 我们作为成年人 任何的牺牲都不为过 只要让这个孩子觉得 自己到世界上来不是一个错误 不是没有用的 不受人们的慢带 我们尽多少的努力 都不过分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要做一切 来欢迎这个孩子到世界上来 因为他是天主给的 是的 天主给爸爸妈妈的 这个礼物 就是孩子 天主爱你们 让你们走到一起 随后他给你们孩子 我们该怎么接受这个礼物呢 面对天主的礼物 我们该怎么回应呢 首先是高兴地接受这个生命 高兴地接受 不是无奈的 或者说很勉强的 很不愉快的 很被动的 这个对孩子不好 天主的礼物 天主送来的 首先我们高兴地接受这个生命 这是开始 其次 保护他的一生 特别是在小的时候 从胎儿到出生 婴儿 幼儿 儿童 少年 青年 我们特别要保护这个孩子 让他健康地成长 甚至他的一生 父母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保护他 客户他 陪伴他 成长 走人生的路 最后呢 那就完了吗 孩子长大了 父母把手一拍 好了 没我的责任了 我完成了 不是那么回事 还有一项任务 最后 要带他进入永生 这是终点 人生的终点 走到那儿 就算到头了 这是整个的旅程 从天主这里来 还要回到天主那里去 你看天主 对这个礼物多么看重 他给你 有一天他还要回来 因为这个是属于天主的 每一个生命 人命关天 那是天主自己的生命 那是他的眼珠子 他的心窝子 所以 每一个孩子 是天主亲手做的 给我们 将来还要回到他那儿去 在这儿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面对天主的这个宝贵礼物 我们父母的责任是什么 首先高兴地接受 其次呢 好好照顾他 最后呢 带他回到天主身边去 走向这个终点 进入永生 哦 这个礼物可不是平常的 他在天主眼里 是那么的贵重 做父母的一定要小心 你们是这样认识的吗 首先 这样欢迎 你们的孩子吗 是不是相信 他是从天主手里来的 有很多父母说 这是我们生的 错了 你怎么生的 你做了什么 你说夫妻在一起相爱 就有了孩子 有多少夫妇没有孩子 他们跟你们做的一样 为什么没有孩子 到处求医看病 没有 想尽了一切办法 还是没有 而你们呢 就有 你比他们多做了什么 是天主给的 他们怎么样在妈妈怀里形成的 你知道吗 那是你的手工吗 不 所以我们高兴地从天主手里 接受这个生命 为你们的孩子感恩 是天主给的 你是不是好好的照顾他 你不要以为孩子属你 我打他 我骂他 我不让他吃饭 我饿死他 我爱怎么着怎么着 这是我的孩子 跟你们没关系 不 那是天主的孩子 你做父母的 有责任 好好的保护他 教育他 有人说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最后呢 他的目标是什么 长大 长大以后结婚 盖房子 过家 成家 过日子 啊 我的任务完成了 没有 把他带到天主那里去 有没有做到 所以这个宝贵的礼物 是天主自己的 他交在我们手中 你看他多么信任父母 让你给孩子起个名字 将来永远天主就叫这个名字 将来我们到了天堂上 我叫张战武 那父母起的 那天主就这样叫我 永远就这样 哎 父母钉的名字 天主就亲口这样呼唤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哇 你看天主对父母多么信赖 孩子多的家庭 对于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乐 教会希望我们从天主那里多多的接受这个礼物 因为爱要求多结果实 多尽自己的责任 可是也要小心 圣罗安保罗尔什教宗 他请父母们注意 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 什么是负责任的父母 那不是说 一对好父母 就是无止境的生 这个孩子刚生下来 三四个月又怀孕了 生第二个 结果两个孩子还都很小 第三个第四个 不是这样的 或者意识不到以后的对孩子的投入 有多大 我们不考虑那个就是一味的生孩子 教宗说这不是负责任的 负责任的父母是自由的 明智地做出选择 考虑到社会的现况 人口的密度 这个是从大的方位考虑 国家的政策 还有自己个人的状况 身体的情况 现在允许我要孩子吗 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个条件 如果孩子来了 吃饭 穿衣 读书 然后我们的愿望 也要考虑 希望多要几个孩子 还是少要孩子 两个人一起商量 这些 都要考虑进去 所以负责任的父母 是这样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接待一个新生命 人家是天主给的礼物 家庭就是接待生命的地方 让每一个孩子 受到好的接待 这是我们的努力 随后第二点 怀孕期 爱的等待 怀孕 怀孕是一个痛苦的 美好的时期 在这儿看上去好像有矛盾 事实上 苦中有乐 看每一个怀孕的妈妈 多么劳累 多么辛苦 一开始 一两个月 在嘔吐 那种难受 看到以后 真就觉得 哇 做妈妈的太伟大了 那么不容易 随后 孩子逐渐的大了 哇 那种劳累 走路 又走不稳 怀孕是一个痛苦的时期 也是一个美好的时期 为什么说美好呢 因为就在这时候 作为一位妇女 在跟天主一起合作 创造生命 她在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 一个生命 在她内 逐渐的形成 天主借着她 没有天主不行 一个生命 灵魂是天主创造的 而身体呢 是在妈妈怀里 用妈妈的肉 妈妈的血液 形成的 所以 没有妈妈不行 没有天主也不行 所以 这位妈妈 在跟天主 一起 创造生命 所以怀孕 就是那么美 所有的孩子 都出自母胎 这是天主 永恒的 爱的计划 就像圣经上说的 在我 还没有与母胎中 形成你以前 我就认识了你 在你还没有 出离母胎之前 我就圣化了你 那时候 天主 在母亲怀里 正在做这个孩子 他跟父女一起 形成这个孩子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所有的孩子 从母亲的胎中来 但是 从天主的 永远的计划里 就有了 所有的孩子 从一开始 就在天主心中 这个一开始 可不是说 你今年三十岁了 三十年前 天主要造你的时候 天主想到了你 不 在还没有创造 这个世界的时候 从永远永远 你就在天主心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孩子 都在天主心里 只不过 我们在母胎被怀孕的时候 就实现了 造主这个永恒的梦 我们早就在天主心里 而我们被怀孕的时候 天主对我们的那个梦想 就实现了 我们生活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说到这里 我们想一想 每一个胎儿 每一个人的价值 有多大 有多宝贵 我们必须用天父爱的目光 看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价值 不在于外表的长相 不在于能力 而是就你的样子 在永远 没有世界之前 你就在天主心里 天主就看上了你 然后借着你的母亲 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哇 天主多快乐 他的这个梦实现了 所以每位父母 该像天主一样 做梦 梦想着自己的孩子 谁没有做过这个梦 每个父母 爸爸妈妈 曾经九个月 都梦想着自己的孩子 哇 他们在参与 天主的这个梦想 必须要做梦 否则就没有爱了 从来都不想这个孩子 你想这个孩子 到世界上来 他能受欢迎吗 父母就没有想过 这个孩子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梦想 叫总说 洗礼属于梦的一部分 我们在等着这个孩子 梦想着这个孩子 将来的生活 其中也要包括洗礼 也要想到洗礼 父母借着祈祷 准备孩子将来 灵洗 做天主的孩子 离天主更近 在孩子出生之前 就把他交给耶稣 还没有出生 就为他求着 将来让他做天主的好孩子 因为那时候 在母胎中 天主就离他那么近 亲手造了他 形成了他 一出生 马上 灵洗 交给天主 现在的科学很进步 孩子出生之前 便知道 他的样子 头发多少 什么颜色 什么性别 是胖还是瘦 他的健康情况 可是 只有天主 完全认识 这个孩子 不是B超 或者CT 对孩子 会全面的了解 而是天主 只有天主自己 因为他创造了他 你想认识这个孩子吗 祈求天主 光照你 让你更深的认识他 更好地等着他 全心地盼着他 你求天主 让你爱这个孩子 因为这是天主的孩子 有的父母知道 自己的孩子不太健康 那该怎么办 着急没有 求天主 治愈他 让 坚强他 让他 在适当的时候 来到这个世界 求天主 保护这个小生命 他太脆弱了 我们不能做的 让天主起坐 所以 每一个孕妇 你们 没有事的时候 我想 你们不会去 每天很忙 注意自己的身体 那做什么呢 不是闲着聊天 不是闲着聊天 一整天看电视 上网 而是要花多时间 祈祈祷 求天主保护这个孩子 重要的是 让每个孩子都感到受欢迎 每个孩子 现在即使你怀孕的 是第三个 第五个 甚至前面有几个姑娘了 后面又是女儿 没关系 感谢天主 调整的是我们自己 天主看了认为好 为什么他要受欢迎 因为是人 是天主的孩子 有无限的价值 为什么有时我们不欢迎这个孩子 那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孩子 我希望是男孩 结果是女孩 我就不高兴 不想要了 我希望他是健康的 现在 地超说 他生病了 不太健康 我就很烦 不再想 保留这个孩子 我希望他是漂亮的 结果好像 没那么漂亮 甚至残疾 我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 有这几个孩子 已经够了 再多了就没用 只是加强我的负担 所以我不欢迎他 等等 那都不是为了孩子 是为了自己 爱孩子 为什么我爱他 因为他是人 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不因为别的 不因为他长得跟我一样 他的脾气特别像我 他实现了我的愿望 圆了我的梦 所以我爱他 这些都是错误的 我爱孩子 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因为他是人 不因为他有什么能力 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像我 这些都是自私的 是利用孩子 而不是为了孩子 而不是为了孩子本身 其实父母的爱 是天父爱的工具 要小心 父母的爱 是天父爱我们每个人的工具 换句话说 透过父母 我们体验到天父的爱 如果父母 如果父母不再爱孩子 那你就是一个墙壁 把孩子跟天主割开了 他们很难 经验天父的爱 就像天父 温柔地等待 每一个孩子 从永远 直到他诞生 直到他将来 回到自己身边 一直在等待着 爱着 无条件 白白地爱着 父母 基督徒的父母 要学会 白白地爱他们 最后在这一段教宗 温柔地请求 所有的孕妇 她说 请保护你的喜乐 你怀孕了 一定要喜乐 因为天主给你这个礼物 但愿没有任何理由 夺走你做母亲的 内心的喜乐 因为我太累了 因为我的经济压力太大了 真的我很发愁 我很害怕 我很伤感 别人对我不好了 惹我不高兴了 我很难过 别人这么说我 那么看我 还有一大堆的问题 不论因为什么 不要失去你的喜乐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你的孩子在你心里 这是天主在给你送礼 你要喜乐 好好的准备孩子的到来 准备衣服啊 准备小床啊 准备甚至衣服玩具啊 等等 但是 但是在所有的老路中 焦虑中 要注意这几个月 一定要喜乐的生活 你每天求天主 保护你内心的喜乐 这样 在这时候就把你的喜乐 带给你的孩子了 将来你的孩子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见过一些孕妇 整天发脾气 动不动 当然可以理解 这时候是生理上 心理上容易有波动 但是要自我调节 一定要保护好这份喜乐 好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 所有的怀孕的妈妈们 但愿你们在这劳累和痛苦中 信赖天主 真的 每时每刻 让你的心喜乐 像圣母玛利亚常说 我的灵魂送扬上主 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助天主 因为祂垂顾了 祂悲女的卑微 是的 天主垂顾了你 祂看上了你 把这么好的礼物送给你 还有什么 不应该喜乐的吗 今天 特别求天主 保护所有的 怀孕的妈妈们 愿圣母 祂最理解你们 愿祂陪伴你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